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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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请坐 你们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你好 哈喽 哈喽 欢迎金莎 请坐 好 真的 终于迎来一个女嘉宾了 开心 好 再请金莎为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金莎 哇 欢迎 我们可以看金莎 你看你的前面有两块屏幕 然后有一块是有弹幕的 你可以再看看上面有在刷 莎莎 莎莎 莎莎好美啊 我看到他 对 我有点 可以是无关系 对 可以随时翻牌和大家来互动 对不对 好 那么同时呢 因为金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也给他介绍一下我们的玩法 好了 没错 首先呢 我们可以优惠开通我们的豪华力钻 就可以免费领取见面吧电台的门票 就像他们一样就可以坐在我们的棚内 和我们嘉宾的距离非常的近 同时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 也可以点击右侧的礼物按钮 那么在直播过程当中送出礼物 贡献榜排名前三名的用户 将会获得莎莎的签名照一张 没错 还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右方的摄像机按钮 可以解锁一个数拍的画面 有不一样的星期等待你哦 是的 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也会开启四个扭蛋 分别会在7点20 7点40 8点20和8点40 左右的时间 然后开启这个扭蛋 我们会请莎莎现场的来选择一位粉丝回答问题 如果这位粉丝回答正确 那我们就开启这样的一个扭蛋装置 然后现场让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好 对 里面很多任务 要做好心理准备 哦 真的吗 对 开始害怕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IDOL热线 是在我们这120分钟随时开启的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18600503345 这个电话号码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方 18600503345 18600503345 大家拨打这个电话 就会接近我们的直播间 有可能接近直播间 因为打电话的人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会选择一些电话 直接跟我们的莎莎进行通话 没错 大家还可以打开我们QQ音乐的APP 在我们的粉丝心愿墙上面 留下你想和金莎说的话 或者说你想听的歌 我们会酌情在现场帮您实现 没错 好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板块整点报事 那么每天这个板块 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三件 当天特别重要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是大家都在聊 你猜猜今天我们都在聊什么事情呢 七夕吗 猜得很准 对 是吗 对 因为明天就是了吗 是的 所以大家每个人过七夕的状态 可能不一样 所以莎莎你过七夕的状态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每年都幻想七夕 但是七夕到来的时候 我就在上节目 我过是他 感觉有个词很适合他 与女无瓜 与我无瓜 其实网上很多网友都有各种各样的词 比如说什么 笑看红尘 一笑而过 毫无波澜 拆散他们 拆散他们 对 所以天天你是什么状态 我明天的状态就是跟你一起直播 所以你不是一起过七夕 对 起码有彼此的陪伴 对 我们还有更多的粉丝朋友跟我们一起过 所以当然啦 也是一笑而过 一笑而过 欢迎大家来世贸天街底下 和我们一起旺旺旺 好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大家都在看 那么最近有很多新的电影都上线了 最近有时间去看电影吗 还没有时间 因为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海外 哦 所以就连哪吒都没看 啊 一直都看的 对 还没来得及看 我很想看 对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虽然我也没有看 你也没有看哪吒吗 对 包括这个最火的烈火英雄 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看 我也要看一下 是吧 我们可以相约一起去看 对 约一下 最近这个除了哪吒之外呢 这个烈火英雄也很火 因为他的这个剧情 改编于一个很感人的 真实的这个消防员的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 对 那今天第三条呢 也就是大家都在听 今天我们要请莎莎姐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好 等一下就是让大家都听的呢 是我的改编的一个 Done by the City Gardens的一首 世界名曲了 爱尔兰民谣 然后买了很多年 去年才填完词 刚新发行的一首歌 《沙莉花园》 希望大家喜欢 哇 大家都在听 对 没错 今天也是拿着这个 应该是在七月初的时候 发行的最新的单曲 对 七月四号 对 来到了我们的QQ音乐 见面吧电台 所以呢 在听歌之前 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 跟大家要解释一下 要来说一下的 没错 大家可以上微博 带话题见面吧电台 参与发博互动 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微博 关注QQ音乐 见面吧电台的官博 来微博酷燃视频 看更多精彩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现场 来听一下这一首 好听的《沙莉花园》 听下期 《沙莉花园》 在世间的场合中留恋 梦中回到那年夏夜 二十辌的《沙莉花园》 专楼《沙莉花园》 默默的贪婪欲奔 试渡青春也远的 默默的贪婪欲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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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听 在现场听到这首歌 觉得很舒服 对 而且是 其实不管是早上中午 还是晚上都可以拿出来 听一听的歌曲 而且这首歌听起来 就是很悠扬 很舒缓 比较唯美 不过其实我能听出来 在演唱方面 还是很考验唱功的 细细啊 以及细微的处理等等 对 所以接下来 我们赶紧进入 我们一个新歌的快问快答 没错 那么接下来 会有几个问题 问到莎莎姐 你要用最快的时间来回答我们 60秒 好 首先 第一道题目 想通过莎氏新声三部曲 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新声 其实是唱功方面 可能有一些唱腔的转换改变 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 我只能唱甜歌 然后声音也比较轻 比较小 好的 而且甚至很多OST都找我唱甜歌 所以想改变大家这种想法 好的 半分钟已经过去了 不好意思 还有好几题 再来再来 我们回过头来再好好聊 好 用一句话形容心中沙莉花园的样子 我觉得沙莉花园就是 种满很多蓝色的花 很唯美的场景 蓝色的花园 《家里花园》这首歌的歌词有在影射自己吗 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新声 用一种花形容自己的新歌 形容自己的新歌 我觉得 奥斯汀玫瑰 好 最想让谁出演自己的MV男主角 没有具象的 但是希望他眼神是有戏的 眼神有戏 好 这首歌发行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最想感谢的是制作人 腾原老师 好的 那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60秒之内把六道题回答完毕了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题一题 再来好好地聊一下 对 首先第一道题讲到了畅强 对 因为刚才我有问 你就说这首歌到底录了多长时间 其实有两三天 两三天的当中的两三小时 因为最黄金的嗓音 其实就是前两个小时 之后就不会再用了 后面就皮了 就没有这种感觉 它第三个小时的声音 就会有点疲乏 是不会用到唱片里的 所以就是每天去两个小时 然后就回家了休息了 对 因为这首歌是完全没有修音的状态 对 因为这首歌艾尔兰明 它需要非常流畅 转音也很流畅 如果一点点修音 就会有电音的感觉 会被听出来的 所以是不准 一点点音准 0.1都不可以 所以都是为了那些音准 然后我同时还要赋予情感 所以就难度挺高的 确实 刚刚有说到赋予情感 所以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你是很快地就进去了 还是说 还是会有一些时间 要找一找中 我前期第一天崩溃了 我第一天还进不了这个情绪 为什么 第一天 因为可能有一阵子没有进录音棚 我第二第三天才找到的 就是知道怎么去唱 第一天我还在纠结一些词怎么发音比较漂亮 因为它毕竟我以前听的都是英文版嘛 中文的时候还不太习惯 所以在忙着纠正一些 我在设计哪一些转 哪一些是华音 我在设计 所以就情感没有投入的特别好 那后来是用什么方法来找到那个感情 先把标记做好 然后知道方向了 然后第二天就是像过电影画面一样的 因为我们唱歌其实跟拍戏差不多 如果干唱的话 你会很像一个机器的 如果唱得很空洞 光炫技也是很难感动人的 所以在唱歌的时候可能像过电影一样 就刷刷 那一瞬间就会有画面展现的 一些年少时间的一些荒唐的一些小事情 一些比较冲动的一些事情 或者比较浪漫的事情都会划过 划过了之后就会唱出比较不一样的情感 要调动情感 调动回忆 调动画面 拍戏的时候也要的 拍戏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单独的一个场景 给你一个打特写 没有对手戏演员的 那有时候就一个拳头嘛 然后因为天气很冷 大家不可能一直都在户外 然后需要取暖 因为等一下脸会僵 那我一个人要面对好几个人的对手戏 其实就两个点 那你也要幻想 那个时候就要幻想 什么国荣哥哥啊 那些我心中的男神啊 你就要跟他们来对手戏 想象他们的表演 然后自己再给回馈 没学到东西了 小江凌其实很重要 所以他看我是双鱼座的 戏很多 戏很多 所以刚才有一个问题说 这首歌的歌词有没有影射到自己 你说有部分 部分的有 大大部分的都有 自己的一些故事经历 所以在唱的时候会有回忆起来的呢 我其实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写一首歌的 除非我比如说追的某个剧我特别喜欢 我可能会为剧写 那剧象的话 其实写的大部分是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遗憾啊 回忆啊那些 所以我的歌词其实笼统的来说都是跟遗憾相关的 也有一点点痴情 这个是就是共同的一个点 可能有时候小遗憾会让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刚刚说到这个花园 金莎说它想象中的花园是偏蓝色主题的 蓝色的 为什么呢 蓝色有很多绣球啊 或者有一些蓝色的花朵 很喜欢蓝色 因为我觉得花园都是粉的红的 我想写的抽象一点 所以就写蓝色 我刚才想说如果是粉色和蓝色的话 哪个会更浪漫一点 粉色唱出来也不好听 对粉色没有这种就像他说那种小忧郁的感觉 对 太少女了 那个蔚蓝色它可能相对来说忧伤一点 好那刚才有说到说奥古斯 那是什么我都没有记到 奥斯汀玫瑰是不是 奥斯汀玫瑰对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种花吗 我还挺喜欢的 那个这个玫瑰属于花苞特别 特别繁复的饱满的那种 其实是一种就像你一样很优雅的一种花的类型 谢谢 是的的确很优雅 对 好 看看我们后半场能不能把他聊得 开玩笑 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大家从他的Vlog看出来 其实他还是很活泼的 有时候可以没有报复 下一个问题我们要狠狠地挖一下 他说这个MV的男主角 希望他的眼神有戏 怎样的算是有戏吗 举几个例子 举例子啊 点几个名 我想一想啊 像我以前很喜欢 就是国荣哥哥嘛 就是那种很有戏的感觉 对 他眼睛里面那种笑容啊 眼神啊 他不用说话 你就知道他在讲故事 那种 但是那种很难啦 对很遗憾啦 他也离开我们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演员也很难 对所以这首歌会考虑拍MV吗 我先找到男主角再拍找不到就不拍了 哈哈哈 你有没有可能自己演完一部呢 一个人很无聊的就是 但是也有考虑要不要拉个远景拉个背影 啊 就是说只拍我跟男主角的相处的画面 但男主角就比较高一点点就好了 比如有一个视觉的差差度 那我刚还一直用眼神在跟他交流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工作中和男主持 结果一说要高 我说嗯好吧 哈哈下一题 他要做气氛 你还是有可能的 你还是很阳光的 好 那不适合他的忧伤 下一首 下一个我们刚刚想说的就是最想感谢的是制作人 啊 对对对 陈连老师 他其实大家听他的成名曲很多 在中国的成名曲是画心嘛 嗯 嗯 我记得听的时候是08年的事情了吧 那个时候就印象很深刻 他还是个制作人好想合作啊 然后在去年18年实现 10年之后才实现 才认识 所以是我这张新新专辑的一个制作人 因为我大多数歌 都找他帮我编曲制作 嗯 所以跟他合作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就很契合吗 蛮契合的 我说什么他很快就能知道 而且一个优雅 然后一个又很带先气 这两个完美的鞋合 他做的歌很鲜 对 特别鲜 而且很细腻 他比较厚重 因为编曲可能 稍微年轻点的音乐人会把编曲做得很薄 嗯 就扁扁的 但是他会做得很厚重 那一厚重电影感就出来了 对 我有看他发的那个照片有很多种乐器 对对对 他会用很好的乐手 就是可能都是他觉得顶级的乐手才用的 然后给我制作的时候也都是顶级乐手 所以我每次在那个制作的时候 然后看着在录音棚就特别嗨 我们也拍了纪录片了 但是前面几个我就没有参与 然后直到之前郭湘还有另外一首歌 然后我参与了他们弦乐的录制 弦乐的录制我就很嗨 我都忘记拍照片了 因为我有点在现场就是被惊到了 哎呀真的很棒很厉害 专业碰到了一起 会碰撞出更不一样的作品 好聊了这么多新歌的这个快乐快答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场第一个扭蛋时间 好 好 好 那么现在请金沙在我们现场挑选一位幸运的粉丝 来给我们一提到问题了 好 现在粉丝都开始默默的微笑 哈哈 挑选你吧 你吧直接用眼神来来去过去 好来就上来吧 我们把话筒给到他 来那边那边 对就你了 右边右边 不你的左边 对对好 好可以稍微 介绍一下自己 对起身介绍一下自己 没事没事我们坐着就行 因为保证我们的机位 他很开朗的不用担心他会害羞 没有 你们很熟了是吗 我很内向 很多活动他都来 哦 怎么称呼啊 我叫诺小呆 小呆你好 喜欢莎莎有十年了 哇 我刚突然一下 鸡皮疙瘩起来了一点 好浮夸呀 稍微浮夸了一点是吗 很难得 就是你追随一个人 能追十年 好 他身上哪一点 让你喜欢了那么久啊 美一点是吗 美一点 对我替你回答 你稍微晚一点再替他回答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再想一想 就回答得比你更精彩 好 那接下来有个问题要问到你啊 7月19号金沙发微博问 IU的头饰是哪一个牌子 请问 头饰上有几片叶子 好难哦 A 5片 可以发微博吗 不可以看 B 7片 来这样你看我们主持人啊 A 5片 B 7片 选择B 好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谢谢 谢谢他 我们不过在生产了 哎 正在收看直播的可怜可怜这位孩子吧 来给他送一点 好 可能要高高定一下了 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扭蛋是 用家乡画唱家乡当地的童谣 好 其实我那个上海话 上海话我只能说说话 嗯 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说说话 我在说 我真的记不得哎 因为小时候同样也都是普通话的 上海话我随便说两句 可以啊 你刚说用上海话来唱了两只老虎 改编一下嘛 呃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还有什么 鸽子手 跑得快跑得快 跑得快很难唱 波 波波波波的夸啊 波的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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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一直没有 眼睛 眼睛 没有也很难说 没有 没有耳朵 没有耳朵 怎么你读 真奇怪 真奇怪 真 奇怪 哎很好听啊 很好听 哎 嘉靖学一下 你也在上海念了四年的大学 啊对 来 重现一版 两只老虎啊 对啊 我可以一句一句学吗 哦那再来一遍 我们一起学吧 一起学啊 三二一走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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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波 好的快 波波了夸 波了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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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这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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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耳朵吗 眼睛 一这么 一这么 一这么眼睛 一这么眼睛 一这么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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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怪 真奇怪 精髓在最后一句 真奇怪 对 所有的可爱都体现在了最后一个怪子上面 对 上海话还是很好玩的 对 还有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 普通话翻过去 是 你要通过别的字去 我们有时候上海话 我跟闺蜜打电话 什么的 跟家打电话 要那个上海话 加一点点普通话的 因为有些话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因为我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花了二十块钱 在网上报的那个网课 上海的 上海话的课 上海话的课 然后考级什么 对 然后第一节课教的就是 好白像 好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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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漂亮 对再猜一个 好不像 就很不像 好不像 是什么意思 是好好玩的意思 好玩的意思 好玩的意思 好玩 太难了 不一样的 不一样 而且特别多话 我基本上想不出来 比如说刚刚跑得快 跑得刮 这是不通的 跑得快就没有办法说 所以我就改成 跑了快 跑了快 然后只能改 它的语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字是不能唱在那里的 我个人觉得了 你看我们 我们的祖国真的是 一大物博 这个方言也是蛮不一样的 对 可以拍一个上海话的Vlog 对 弄一个系列 是的 好 我们来期待一下 扭蛋完满的结束了 挑战成功 那么本晚还有三次扭蛋的机会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答题的时候给力 下次我就不给你们线索了 我们第一遍就是线索 好 好 接下来还是要聊一聊新歌的部分 因为有看到沙沙姐在微博上面说 说这是一首写到自己去世的歌 对对对 为什么 我还另一首把自己写出家了呢 对 郭湘 郭湘就是出了家嘛 副歌就是出了家 对 我们来先聊这首嘛 为什么会觉得去世这么难写呢 主要是因为想要一个悲惨的结局 然后悲惨中的结局之外 又从中带着希望 我希望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如把自己写到老去以后 那个老 因为年少时候爱着的这个男人 然后也没有在一起之中 嗯 那等到年迈了之后 我们相约他再回到我墓碑前 然后给我送一只花 然后在那个当前呢 再把沙莉画面给我唱一遍 那我就会觉得很满足 然后相约来世再相逢 就是比较一个 美的结局之外 带着一些 依稀的有一些希望感的 而且我听她的这个声音 在我耳边诉说这种感觉真的觉得 酥酥的 就是又有点卑卑的小感觉 然后又有点温暖 你知道我刚刚的第一个画面感是 就是泰坦尼克号的那个 啊 反过来的版本 有有一点有点 就是那个她当时没有相爱 对对对对 然后年迈之后 有有有有 去缅怀她的感觉 对对对对 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我们的编曲其实跟那个 也有点接近 但是改不掉 曾经还有别的制作人的一个姐姐 然后说好像泰坦尼克号 能不能改改 我说姐姐真的改不了 我说这个曲子已经一百多年了 我说改不了 确实确实非常经典的一个曲子 对对对对 那因为你当时第一次听到 是听到曲子还是代词的那种 代词的我听的是 藤田惠美版的 还是在新加坡的时候听到的 对那其实她原词 说实话原词的故事性没有那么强 她比较大爱 对就是可能在探讨一些哲学上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爱像什么树枝上伸展的一样自然 是所以为什么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如此具体的故事呢 我觉得因为中文跟英文本来就有差别 如果想要就是能够留下一些纪念的话 光写大爱我觉得不符合我 我这个人呢就是小亲小爱的就喜欢那些 那我就想 我就想怎么样可以把我的故事融入在里面 我可以写出我的心声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长的 比如说年少时候又遇见 中年又错过 晚年再来缅怀 我喜欢这种故事 而且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 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个很有名的爱尔兰诗人 叶芝的一个大作 对原诗是爱尔兰 叶芝老师的 Jound by the Selly Gardens 对对对对 其实和现在这首歌传递的感觉 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它具体的词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大多数都变了 对 百分九 九点九都变了 对 那其实这首歌之前还有一个另外的词的版本吧 之前跟叶芝老师很像 对 有一个版本的 然后我觉得唱起来不顺口 我就把它拿掉了 那重新再去写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有新鲜感 还是说又回到了之前那种状态 没有啊 挺有新鲜感的 那两天灵感蛮好的 而且我是在体检的时候写的 嗯 我正在参加 在体检 我正在体检 体检然后脑部X光 然后在照的时候 刷一下 想到某一句重要的 然后那个就像被雷劈了一样 然后灵感就刹那间的就过来了 如果现在有很多音乐同行在看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啊 就每逢被公司逼的 这个词写不出来 还取谱 取谱 取谱不出来的时候 像金沙一样 对 体检 出来了 对我就是 我就是滑过那一瞬间 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词 填进去 然后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 第一天订稿 第二天呢就是精修了一下 部分的自觉在哪里不舒服 精修一下就两天就订稿了 所以两天时间在你的做过 因为你创作过很多歌曲嘛 两天时间是属于在你的是属于短的还是长的 中等 中等 派的话星月神话就一天 对 就只把词儿全部都 词曲都好了 词曲 而且那天是有人要捣乱的 有人约我吃饭 我记得到现在还记得 我在家里正好在写星月神话 然后有人要约我吃烤肉 我很纠结 我想我到底是吃烤肉呢 还是在家里写歌呢 后来我想想不行 我这个人的个性吧 今天不写完的话 半年后都写不完 然后剧组也在等的 我跟剧组说过我要写歌 我想算了 我就说我今天不写完 我不会出来的 我说我不去吃 然后当天晚上十二点前完成的 功夫不复有心人 所以朋友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今天就知道了 对 我告诉他 我忘了是男还是女的 我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有一个 有一顿烤肉 烤肉记得了 那刚刚有说到最短是一天吧 最长呢 最长啊 哇 我上一次有首歌 一个字的 然后写了 A1 A2都写了 副歌到现在没写完 距离现在已经九个月了 你想想看 就很久 就是属于我不快速写完 就会拖特别久 好 就要么很快 要么很快 要么很快 要么就很慢 对 两个极端 对 好也是蛮有意思的 嗯 那么刚刚之前也看他说这个微博 有发说那个发完歌之后要 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听后感 啊 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反馈现在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反馈呀 比方说一听你这首歌就想吃烤肉 这样的朋友有吗 嗯 没有 只有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人说就是我唱唱歌的方式改变了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南南西语了 就这个这种反馈比较多 包括打榜的时候 因为很多电台的DJ会说的呀 唱法变了 就是跟以前有很大的转换 这也是你想给大家传递的一种感觉 哦 本来就是很 我烦恼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找我来唱各个剧的OST 他们都 我已经唱的不甜了 我已经唱的很有力了 然后他们就 就后期给我做成很甜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我不是这么唱的 怎么做到的 他说我们就想想你甜的 哈哈哈 就我很痛苦 就是我不希望说把声音 一定要咪的那么甜 我会觉得我会腻的 但是因为OST 他们电视剧喜欢吗 那得要符合他们的要求 但我自己做歌我就比较任性了 我觉得这个歌需要甜我就甜 这个歌可以不甜我就不甜 对 其实这也是蛮多音乐人的一个困扰 对 因为经常会因为一个可能非常大热的单曲 让自己就被定性了 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或者说可以尝试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对吧 对 想要尝试更新一点的风格 那其实这首歌之前就有很多人有翻唱过 对对对 你有去说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吗 我下了二十几个版本的歌 我全部下完了 能下到的我全部下来 我在研究他们的编曲 它编曲有些是钢琴为主的 有些是吉他为主的 风笛也有 但是融合的就是各有各的优点 也各有各的一些小缺憾 那我在新编的时候我尽量就把它毙掉了 我就是选择了几个乐器 我跟制作人商量的 他问我你想要什么音色 我说我想要吉他 我本来考虑竖琴的 竖琴我又担心跟大家距离很遥远 这首歌会变得很高级 但是又很高冷 然后选择了吉他 选择了曼陀琳 然后选择了爱尔兰少迪 这些是我的一些选择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也不多也不少 能够编曲就很好听很耐听 它在你看从词到曲到编曲 其实都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对 其实到现在聊到为止 你会觉得这首歌 真的非常非常的完美和精细 就是真的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每首歌都这么折腾的 真的吗 所以我不会觉得这首歌特别折腾 所以每一首歌在你那儿 都是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 包括戏剧到每一个编曲的音乐器上 其实词是比较简单的 我收歌可能走合同 有时候要走很久 然后我词是最快的 然后我录音也慢 录音我可能要求很高 我有一些句子可能唱到 没有达到我感情要求的 我就像一个演员一样 一直逼着导演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再录一遍行不行 就是我觉得还没有到达我想要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此处可以再听一首 这么精益求精的一首作品 好不好 好 一起来欣赏一首《如辜》 一起来听 明镜需要于辜 strac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知晓 又继续深放满脱落 愿俯卡 用苍身却无相说 想念我穿乱是愁 剑和纷柔 旧一曲冲走 剑深沉默 盆满天繁华都已连了凋落 而你恢复一生一世珍惜过 若轮回转世却只留 轻叹依旧 那年那月那连环泪眼泼索 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还能渡顾天下与你回眸 还能渡顾天下与你回眸 欢迎回来 好听的歌曲完了之后呢 又是一个扭蛋 好那么有请莎莎姐现场选择一位粉丝 让她鼓掌鼓得很刺激 谁那个举手举快一点 我以为我请她来的 好腼腆哎这几位刚刚那个 唱歌的时候好吗 好好对你把戴眼镜的这个位置 好来我们把话筒给到来第一排前排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南风 我的微博名字叫南风已久梦恋沙 就是为了莎莎凯的 天哪我每一个粉丝讲话 我都要起一身鸡皮疙瘩 而且其实她的粉丝 其实大多数也还蛮内敛的 刚刚其实放歌的时候 她们每一个歌词都能记住 我一直在唱啊 可是积极一点 对而且弹幕上面有夸 她说这粉丝好棒啊全都会唱 是啊 对上面弹幕都在夸你们 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到你啊 就是沙莉花园这首歌的填词 用了多长的时间 刚才有聊到哦 A 两天 B 两个月 A 好 回答正确 开牛 这非常简单 看看这个扭蛋是 来个难度高一点的吧 难度高一些的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循序渐进一下吗 哈哈哈哈 怕到最后这个扭蛋我们要跳出旁去 对 一会应该让那个金沙 在我们的舞台中央 跳舞 来好 用一分钟时间画出自己的理想型 并且给大家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引号 就是画出来的那位男朋友 哦 理想型 理想男生 理想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准备好了画板 你是爱画画吗 我画油画比较多一点点 哦 好的 来 所以还是很有趣 我要画吗 对啊 那是我画吗 我画 我就没有画画基础 我画画了 但是也没办法卡 我们画一个理想型 我觉得重点画出来就好了 大家了解一下 理想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随便画画 虽然你在微博上面 已经有提到过了 随便画画 对 我们在七夕的前夕 来聊一聊理想型 你觉得理想型 必备的条件有哪些 理想型啊 见眉心目 哈哈 非常具体啊 见眉 眉 见眉心目 所以你是见眉吗 你听成了 那其实莎莎姐的微博 有提到当时说 女生口中的要求不高吗 我有很多要求 也A4只都放不完 哈哈 但是这些要求不都在你的身上实现了吗 呃 对我来说 觉得还实现的OK 但是我碰到的人就好像 有稍微有点困难 可能我不太出门 其实我每天就是见到最多的人 就是快递员啊 外卖员啊这样的 所以你是很宅的那种类型吗 哎 他画的蛮好啊 哦对哦 人家是高鼻梁是吧 经常画油画的 高鼻梁是吧 健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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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画了好就画个五官就好了 哇非常好看 就是很清秀的呀 要不要签签个名吧 然后到时候可以送给我们一个微博粉丝 好啊 我其实因为呃老师都是油画的 所以我不太画素描啊或者那种 笔的那种 签啊会直接上色彩对吗 对 我都是抽象派的 那这确实也挺好看的 所以这身高没有要求吗 呃 说多了更难找了 所以算了不说了 但是其实我是想要180以上的 但是说多了让人坏面也不太好 啊那我那我就健美心眼高鼻梁 很想再问一个 温润如玉 温润如玉 对需要健身吗 健身一点点就好了 就是健身太多真的很像田鸡 我有点说 哈哈哈田鸡是的 哈哈哈 好主要还是气质要温温如雅哈 然后腿还长 对 再问 还可以问吗 对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啊是是喜欢那种平时可以开玩笑的怼怼嗨还是稍微学术一些的 就是我不要听听说学术很烦躁的就还是要懂就可以了然后平时就开开心心的开开玩笑的那种开玩笑的OK我我尺度还可以的那你是喜欢找同行还是尽量不要找同行呃说实在的已经没有权力挑这种哈哈哈哈有机会可以挑的话哈哈哈哈啊其实我更喜欢圈外的原因是不喜欢被抑论哦就是我不太希望两个人的情感 去被大家去讨讨论啊在美光灯下照着我觉得挺容易就晒得干掉的啊而且本来两个人挺搭的情感也很好了天天被人说你谁不配谁啊你们很搭啊或者乱扯鸳鸯谱啊我都觉得看挺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是希望是说找圈外人可是问题是我圈外人很难认识哦哦因为我的我的生活其实不太能够见到太多人啊 那我再问一个如果说你问吧没事可以是吗好如果说有对象了会公开吗呃结婚之前不会公开哦了解结婚之后也不会应该不会隐婚对哎那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象嘛就比如说有人说是要找互补型的也有人说一定要找跟我很像的跟本人很像的啊你会觉得会有这种顾虑吗要找互补的还是说要跟自己有很多相同的爱好啊相同相同的 哦我觉得爱好要有点有点接近的不要说百分之百吧我觉得百分之七十有共同的部分就已经很好了大家有共同语言嗯就不要差那么多但是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很介意共同兴趣爱好都没有的话以后柴米油盐之外就没有聊了嗯会很可惜哎我觉得我们俩已经蛮成功的 把明天会不好的这个标准了对对其实我们就是在多挖一挖你的事情啊是的对大家那个符合条件的来来赶紧啊微博爱特起来私信啊走一走是不是对好现在已经有一通电话在我们的线上哦电话来了对哦来电话了吗在想什么可能是符合标准的喂你好相亲电话喂你好是小姐姐收到了啊哎对你好是现场主持人吗啊 好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怎么称呼请问我叫小喵小喵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和青莎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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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喵你好我刚听错了一个就是内尔哎哎想你是内尔啊想你啊想你啊啊啊啊啊啊然后希望我想想嗯 嗯很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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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颜旧什么时候发啊啊啊你再说一遍我们有点没有听红哦红颜旧哦哦哦哦广东歌广东歌马上发发发月以后发吧嗯嗯好然后呃想听你唱粤语歌可以吗那个很快就能听到了发型的时候就听到今天唱的话恐怕就没有惊喜了哦那可以唱麦东吗 哪个麦豆可以唱两句好嗯嗯我个名叫麦豆豆我阿妈叫麦太太我就终于吃麦麦的一起主持一起的歌唱但硬实就在一起咬哈喽哈喽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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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喽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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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啊 現在我們來廣州 跟著跟著跟著一起講粵語 我現在要講粵語嗎 你講嗎 他說他去了跟你一起說 對 去了跟我一起說 好啊好啊 等待會兒呢 好 廣州見 好 謝謝你的來電 謝謝 拜拜 拜拜 一位來廣州的朋友 對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好 幫大家催了新歌 還幫大家要的 對 還讓我险些就唱了新歌 但沒有一點點神秘感 所以大家其實都有在催你的新歌 然後剛才莎莎姐姐說到了 8月份就會有一首跟大家見面 可能是8月臨近底了 我覺得啦 我覺得 9月之前 對 因為他們現在沙莎畫面打坊還沒結束 對 因為打坊結束的時候 然後又來一首蠻壯的 所以我們可以大家先把這首歌聽一聽 放到自己的歌單裡面 每天都來循環聽一聽 感受一下莎莎姐全新的一個新的感受 包括一些新的唱法 對 但紅顏九也很好聽 很好聽 但是只是因為是廣東話 我不知道全國的人們會不會喜歡 可以的可以的 發了再來嗎 再來聊 再來聊 OK 好 其實剛剛這個畫園還有一個尾巴 我們很好奇的 就是當時據說這個版權的問題 就是有買 然後好像中間因為 過期了 對 過期了 我還不知道 對 又買了 我是這樣的 我應該是 我想想我是13年還是14年買的 我估計我是13年就買了的 然後呢 我以為呢 我是買了的是發行日期的幾年內 然後我去年填完詞了之後 我覺得 哎 到時間可以發了 就是錄完就可以發了 當時還沒有找到編曲的老師 製作人老師 但我覺得可以發了 然後我回去打開保險箱 然後把合同拿出來 過期了 早就過期了 前年就過期了 我想再買一遍吧 然後能買到的都已經買到了 然後還剩下一部分是流 流失了的 然後我特別發了微博 然後到現在也沒有人來找 但是因為是50年以上是公共版權了 就是其實發是沒問題的 只是說如果他們有後代找來的話 可以直接來找我 因為我比較尊重版權 很認真負責的態度 對 而且不只是這首歌 包括郭湘也是在找那個詞的 詞作者 對 對 對 找到了 找到了 很快 微博真的特別有效果 就是一天就找到了 好快 然後幾天以後我就跟作者見面了 然後就簽合同了 哇 我覺得這種態度也特別 需要大家去尊重和推崇 因為現在也是我覺得 特別是版權這個問題 值得大家去重視 因為版權是作者的先寫嘛 對 覺得不尊重的話 因為我自己也會參與創作 如果別人把我的歌隨便下改 我也會不高興 所以我覺得一份勞動成果 該得的都應該讓他得到 將信給希望 對 對 好 那麼我們剛才有聊到各種 就廣東歌啊 還有郭湘這樣的一個 莎世新生的三部曲嗎 能不能透露一下現在郭湘 製作到了哪一個階段 錄音基本已經完畢了 前音樂重新錄製完畢了 現在還沒有練舞蹈 我有配了宅舞啊 哦 我瞪大了我的雙眼 對 我有排宅舞 因為我在想這個 這個歌怎麼打動年輕人 因為我覺得他配上宅舞 還是蠻有意思的 所以現在在排舞中 他是會和MV一起出是嗎 應該會的一起出 然後這個一定會有MV的 因為這個需要舞蹈帶動的 才有氣氛 對 然後我也演不了什麼郭湘 因為我沒有版權 沒有版權我覺得演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就拍個舞蹈帶動就好了 所以這三部曲對你來說 哪一部曲是突破比較大的 其實郭湘最難 為什麼 郭湘的歌是最難唱的 比這個還要難唱 很高 特別高 天哪 然後我會 我負責給大家一個 將屁版的半套 就是等於全 無論是全民K歌啊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會 我會下一個降Key版的 因為比較符合大眾 可以唱到的一個版本 我有一個音特別高 而且還有舞蹈是吧 有舞蹈 有舞蹈 大家可以學起來到時候 舞蹈應該很有意思的 對 可以在微博上面發起 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每個人都給你發一個 那個郭湘跳舞的視頻 然後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對 這個舞蹈應該挺好玩的 但是還沒經過審核 還沒開始變好 OK 還在期待中 大家一起來期待一下嘛 當然我們有說到 其實你的每一張製作 都會花很長時間 對嗎 那我花好久啊 我有些歌都要做半年 然後等版權就等半年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現在很多歌曲出得特別的快 你會覺得會有著急嗎 我不著急啊 因為我急也急不來 他們很著急 就是急不來的 因為比如說像郭湘這個歌 我也是很久 早幾年就買了 我一直填不了詞 然後我還交給許松填詞 他拒絕了我 就是 他說太二詞元了 我填不了 我被他氣到了 然後我第二天 從新加坡 飛往馬來西亞的早上 我就坐著 飛機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還有點不舒服 有點低血糖 低血糖了之後 我就還問 我說 那個不好意思啊 能不能夠那個給我來個輪椅啊 我說 我說不好意思啊 幫我來個輪椅 我就坐在輪椅上 然後翻翻翻 翻郭湘的那個 他們那個網上的詞 因為我才發過微博 我在研究這個詞 然後又聽著郭湘的曲 為什麼就是 改動不大就可以成為一個作品 然後等到 用七點七八點登機 十二點就寫完了 都已經前後磨動完畢 然後加了一些原創的東西 等於很快就十二點 在吉隆坡的時候 我就已經完稿了 很快 我覺得他的創作還挺有意思的 我都需要刺激的 就是因為許甜甜拒絕了我 她說太二次元了 我不是我的風格 你看我們一般聊到的一些創作人 他們都會要晚上要在家要一個人 然後這位一會兒少個S光 然後出來一首 一會兒登個機出來一首 很有意思 對 對 所以大家不用催她 如果在適當的時候有靈感了 一定會盡快地跟大家見面 對 那當然呢 其實因為我知道 莎莎姐之間有特別特別大熱大火的歌單 你會不會擔心後面的歌 火不過之前的歌呢 擔心是擔心的 不過我覺得一個人有成名做兩三首 其實已經可以OK的滿足的 內心的滿足感已經符合了 然後在之後的該不該活 那都是交給命令去安排 我做的每首歌我都是很拼命的 就是我相信 比如說我現在沒有找到製作人 我前年的時候歌都寫完 或者去年上半年都歌都寫了很多首了 然後我在想我製作人沒有找到滿意的 我還彈了好幾波 我就是覺得不行不喜歡 就是然後等到下半年認識的騰雲老師 我覺得都可以交出去 就是他一定要等到一個緣分到來的時候 不可以勉強的 而且現在可能做音樂會更偏向於自己內心的聲音 對不對 會不會自己做主一些 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很任性地在做主 但是我有些歌也會 有部分的歌是給大家聽的 有功名的 有些歌我非常任性 歌詞只寫自己有功名的 就自己有功名 但別人未必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那確實我發現 因為我自己也有記錄一些歌詞 就是在《家裡花園》裡面 他教我只需有奠念的人 心有發火就不會孤身一人 而我是多麼的貪婪愚笨 虛度青春也願意等 因為其實這段詞畫面感非常的強 我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人都在經歷過青春無盡等待的過程當中 是有同感 對 所以你是支持這種做法的嗎 還是說不要去等待一個等不到的人 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人生得一知己啊 然後真愛啊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去你們在七夕節這樣曖昧灑狗糧行不行啊 我都受干擾了 受干擾了 受干擾了 他真的要問你 是吧 就是 所以就是如果去跟生命當中的 你心目當中的次選在一起 或者說匆忙的認識一個新的人 然後不太負責任的 只是僅僅靠自己的幻想和認知 和人交往的話 對自己是不負責任 你必然會失望 所以因為不夠了解 不夠了解 你喜歡的對方肯定是你幻想到處的樣子 等到真實的接觸 講兩下口香糖就開始變得沒味道了 不是自己所想像的 所以我覺得越到年紀 越是成熟了之後 其實選擇對象會苛刻的 苛刻一點也好 我覺得單身挺好的 現在時刻 北京時間二十點整 歡迎回來 這點是Q音樂正在為您直播的 見面吧電台 我是若天 大家好 我是佳靜 今天我們請到的是金莎 歡迎 歡迎 剛剛我們已經 算是給我們上半場的直播 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對 金莎給家庭分享一些感情 雙面的一些記憶 現在正在觀看我們 我就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正在觀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如果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我覺得莎莎姐說得非常的好 對 大家一定要苛刻地面對自己的感情 因為這樣才能找到最愛的那一個 對 而且是重新出發吧 是吧 隨心 對吧 你覺得值得等就等 你覺得不值得 就下一個路口再見 對吧 對 好 那麼還是要有一段口播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的節目 沒錯 我們首先呢 可以優惠地開通我們的豪華綠鑽 然後就可以免費地領取到 我們見面吧電台的現場門票 同時呢 我們在直播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點擊右側的禮物按鈕 然後在本期節目的貢獻榜 排名前三名的用戶 將會獲得金紗的簽名照一張 沒錯 還可以點擊我們屏幕 右上方的攝像頭按鈕 可以數拍看IDOL 會有不一樣的驚喜出現 同時呢 我們在節目過程當中 也會有驚喜扭蛋出現 現在還有兩個 我們會在8點20分和8點40分 左右的時間開啟 然後我們會請莎莎姐 現場的選擇一位粉絲回答問題 如果回答正確 就開啟這個扭蛋 完成扭蛋任務 而且我們的IDOL熱線呢 繼續開啟 本場還有兩次通話的機會 我們的熱線電話是 18600503345 咪咪發搜 然後會出現在我們的屏幕下面 大家趕緊拨打這個電話 就有機會接近我們的直播間 直接跟莎莎姐進行通話喲 大家可以打開我們QQ音樂APP 進入我們的粉絲心願牆 把你想和金莎說的話 或者說想聽的歌 可以積極地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在節目中酌情地翻牌 沒錯 好 那麼接下來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重粉時刻 對 我們是一檔非常重粉的節目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好 那麼今天同樣的 我們在很多不同的渠道 收集了一些想像金莎 在我們現場提出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一一來解答一下 好 首先第一個是 除了羊毛捲髮型 她喜歡哪一種 羊毛捲 我最近喜歡復古捲 就是我看到你那一套造型 手推的那種 那個應該做很久吧 還可以 好像是手腳比較快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做完了 手推那種波紋捲 民國時期的那種 30年代的 會嘗試一些比較誇張的髮型嗎 對啊 我之前還做過那個印度 印度阿卷 就是那個小拳捲 戴鬍子的那個 會染顏色嗎 我已經 我從今年年初到現在都沒有染過頭髮 我現在這個黃色的頭髮 就是很 就是帶一點點棕色頭髮 是我用黑 上次染黑了 我拍了個古裝戲 然後染黑了 洗成這樣的 哦 就用 就乾洗洗成這樣的 就現在上面是黑頭髮 然後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拍MV 所以一直沒染 所以拍MV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造型 只是MV會把頭髮染好 哈哈哈哈 停此而已 OK 好 記得工作之遊 染一染頭髮 好 第二個問題 最近一支循環播放的歌 呃 很多 很多 呃 呃 我其實聽純音很多 我的企劃都快瘋了 他會因為要快速了解我 還說 哎 十三你平時你喜歡哪些歌手 聽哪些歌啊 啊 我都聽純音 我說不太聽人聲的 然後他就崩潰了 哈哈 但是我還是喜歡一些大神們的 嗯 因為我 我耳朵呢 是有一個辨別功能的 修過音我就不聽出來 啊 所以我有很多歌我都聽不了 真的啊 對 所以你會聽比較純自然的 也 我要聽大神們的歌 啊 對 他們不修音的 不修音像陳一勳啊之類的 就沒有任何修音的 我能聽 要不然我就腦子一直在想啊 這個修過了 嗯 那個修過了 然後沒個消停 不是享受 變子化的那種東西 聽起來就沒有什麼辨識度啊 是我 我會聽到每兩句當中 可能有四個字都修過音 我就一直在 一直在糾查對 就特別痛苦 所以我就聽純音為主 然後聽各個大神 比如說VITAS啊 陳一勳啊 啊 等等的大神 他不僅是擇偶標準挑剔 對音樂也是很商量 我追劇 我追劇也要求很高 我追劇最近追的都是比如說 現場收聲的 不能後期配音的 不不不不 我我先是 我先是男女主角要好看 戲也要好 劇情也得順暢合理 或者說有心意 男女之間 然後CP感不足的不看 啊 那你對節目挑剔嗎 我們兩位主持人還滿意 非常好 金男良你看著很養眼 謝謝 真的真的 自己求得垮真的是 不要不不 你不說我也會垮你的 好 下一題 哎 很開心吧 太羞了兩個人 我是突然在想說 他經常聽歌嘛 會有那種專業的態度去聽歌嘛 然後就沒有辦法可能欣賞到一些 其實大眾可能會很欣賞的歌曲 就像我們主持人一樣 就看別人主持節目也會說 他這個字沒有念對 這兩個人好尬哦 專業的 會失去一些樂趣 是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就是能夠不僅是對 就是這樣會讓自己的音樂高標準的要求嘛 對 我也盡量現在就是對佩昌老師說 哎 我要是走一點點硬的給我刪掉 對 就會這樣要求他們 好 來下一個問題 莎莎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 瘋狂的事情啊 我這個人很不善於瘋狂 啊 我喝醉酒的時候最瘋狂 我喝醉酒的時候會發外星語啊 我會發消息 真的 一支不住的 都忘掉 我 我喝 就是跟朋友聚會喝多了之後 我早上醒來我看到 我都發了什麼 然後就各種亂碼 R E W 然後還有什麼 停 X 什麼的 什麼我 我 然後我還是女孩子 停 X 我愛你 然後再次發爆炸 這都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賀文球很恐怖 完全不記得 不常起來是斷片的嘛 嗯 發了什麼 我萬一談個戀愛還了得 不知道自己會發什麼 太可愛了 你會嗎 我還好耶 對 就是我可能 我喝完酒是有點 就是暈到 沒有辦法呼吸的那種 你會暈 對更何況是拿手機 可能手機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經常就是 如果喝醉酒的話 我會看到 啊我昨天拍過這個照片嗎 拍個什麼睡衣的腳啊 之類的 小卓儀請啊 女生啊小卓儀請 好下一題 最喜歡自己哪一套 自拍 沙條自拍 我自己看到了 我們有字幕是吧 對 沙條自拍 啊 我挺喜歡那個戴鬍子的 啊 我一直夢想當中就是戴著鬍子 然後穿成男裝 然後去跟女生約會 對我的夢想就是這個 萬聖節可以實現一下 啊對 可以的 我想要做個男生戴個假髮這樣的 你有沒有發現她做女生很優雅 做男生很紳士 真的 就是很英倫風的感覺 希望是這樣 但有點矮 可能要穿那身高 身高不重要是吧 天天老師 哈哈 好 來下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時光膠囊 你想回到哪一年 回到哪一年啊 我想回到 呃 08-09 09年 為什麼 呃 我覺得08-09年我情商不太好 就情商不太夠 其實以前也不夠 然後 08-09年情商最低 低最低 然後 做了一些後悔的事嗎 就比較任性 然後比較 比較情商很低 10年也沒高到哪裡去 然後11年然後再 再往下走 然後就基本沒高過 我情商覺得現在 及格了也不過只是去年春天開始 可都不能討厭自己嗎 你會討厭自己嗎 我不會討厭自己的 以前也挺可愛的 啥挺可愛的 哦 但是現在 這樣也很好 也很方便 嗯 好 每一個時期自己 每個人都會有變化和成長 是的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微博裡面第一次進籃球場的投球視頻 是投了多少個才開始進球 很快的就進球了 因為我在超市那種那種 電玩超市很多嘛 那種籃球機我經常投的 所以我進籃率是很高的 只是說那個距離的問題 大概練了 練了大概七八分鐘 然後開始有進了 我全程都讓他們錄下來的 進的率是非常高的 跟我身高不匹配 哈哈 好來下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上新戲 新戲 這個今年有點難 今年我因為 嗯 有些劇找過來 不是特別適合 啊 包括上半年也有 嗯 我就我就覺得 今年我還是好好唱歌吧 我先把歌唱好 然後明年應該會上 嗯 會覺得這兩個角色有衝突嗎 歌手和演員 嗯 是有共性的 對我來說當然 就是工作的內容不一樣 比如說在劇組的時候 呃 就會稍微朴素一點過的 呃 吃飯也不會太講究 然後主要是精力都放在 我 我平時是 當歌手的時候 我是每天想啊 明天吃什麼好吃的 呃 晚上睡覺前啊 明天去哪個餐廳打著卡 就這種人 然後一到劇組就是 再也不會把吃的放在心上了 基本吃的都是老三樣 那我就專注的在做功課了 可以看我的角色同類型的東西 有多少演員可以給我比較 那我知道他們的優點 然後也會呃 呃 在在表演課也會提前再進修一下 然後希望自己能夠做更大更大的提升 啊 她在工作和專業方面真的很認真哦 是 不是很像雙魚座 為什麼呢 雙魚座就不配工 雙魚座就沒有那麼那個 對 對 因為我有我有非常多的星星 我不方便說是哪個 但是我有很多星星是落在很 很圖像星座的 你看 所以就 所以就比較 會稍微 稍微踏實一點點 好 下一個問題 可以分享一下動靈的秘訣嗎 呃 動靈的秘訣啊 我覺得必不可少的是面膜 嗯 面膜 必不可少 比如說我最近就是過敏過得比較多 面膜膜少了 我就覺得我皮膚變乾燥了 我是 基本上如果化妝的時候晚上敷一張 妝前再敷一張 我覺得那個是最好的 然後我經常也做皮膚管理的 嗯 去那些檢測一下機器哪里容易長雀斑啊 激光 就是那種光照照一下 嗯 然後基本都是比較自然的一個護膚 其實北京上海的天氣差很多 對 好乾的 對 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我整個臉就沒有辦法笑 真的蠻乾的 真的蠻乾的 對 你加濕器要買五六個 對 是的 我現在回去就開起來 對對開起來 就滋潤點 大概我覺得45%是比較舒服的 看連濕度都要講究 是的 我那個隨身都帶那個溫度計的 就是到酒店 酒店我就先放了床頭 26度 OK結束 啊 那包括吃東西的話你也要撐 我都是拿拿那個廚房秤的 撐多少克 今天我吃了多少克 然後我拿那個APP然後記錄下來 這個牛排我吃了多少克 湯喝了多少克 然後算 然後差不多1200以內 OK結束 就這樣 所以凍鱗是需要付出時間盡力和代價的 對 你吃有忌口嗎 最近不能吃辣的 因為嗓子嘛 吃辣的可能會太開了 所以其他是沒有什麼忌口的嗎 在保養方面 其實我平時以前吃火鍋都不忌口的 酒也會喝無所謂的 好 重點還是在樹枝上面 大家要注意 樹枝要注意 對 我都會拿成棒的 我覺得那個比較準一點 好的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有一個重粉的環節 那個我們可以隨機翻一下牌 看看粉絲給你的留言 哦 馬上七夕了 為金莎點播一首告白氣球 希望以後金莎的生活裡到處都是浪漫氣球冒泡泡 哦 冒泡泡 冒泡泡 冒泡泡不是會壞面嗎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就一起聽一下這首粉絲 謝謝你啊 對 為他點的歌 好 這個我很喜歡這個 好一起來 好我們剛剛是一個重粉的時刻 接下來呢我們要進入一個特別的環節 叫 告白季 因為 這一周明天就是七夕了 所以我們這一周的節目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環節 然後和嘉賓來聊一聊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啊 嗯 你是什麼意思呢 是想讓我問第一個嗎 哈哈 沒有我們就讓他跟粉絲告白一下吧 好可以 哈哈哈 先去告白這一次對嗎 對對對 呃就是 呃 喜歡我的朋友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偉大 因為我真的太地產了 然後前兩年還還耽誤了很多事情 然後做歌又慢 所以非常謝謝他們 他們對我的所有的那個 鐵粉的支持 然後 將來還會有一系列的作品 會給大家 希望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謝謝你們 哇 很真誠的一個告白哈 對 那接下來你可以發問了 嗯 我又熟 我感覺八卦的那個氣息又可以飄出來 那我就來問一個 如果你喜歡一個男生 你會怎麼樣引起他的注意 引起他注意啊 是在身邊的還是遠距離的 嗯 可以分情況 可以 好 在身邊的話 我可能會請教他很多事情 啊分問題 嗯 我問的都是別的東西 嗯 我舉個例子啊 我只能舉個例子 因為我我目前還沒有這個狀況 我可能會說 哎 手機這個軟件怎麼弄啊 電腦怎麼弄啊 啊 可能會用一些就是 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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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方式其實蠻蠻蠻壞的 而且他這個可能男生吧 數碼的東西正好懂 正好懂 可以彰顯自己的自信和能力這樣的 就是我覺得能夠接近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不建議女生告白 啊 不建議女生 為什麼 女生只可以 就是說 展示自己的魅力 但不可以主動去 表白 會怎麼樣嗎 如果主動表白 死得很慘 哈哈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 一旦你主動的去 表白了之後 弱勢 你會很很 就是他想到你 就會覺得沒有什麼 新鮮感啊 啊 他會覺得 反正我照照著 你也就會過來 啊 就是兩個人的關係的 其實高度是不一樣了 不太平衡 哎其實就是有一 比如說在一段關係裡面總 你會覺得有一個人總是會多一點 有個人會少一點嗎 那那是很正常 五五分的太少了 肯定有多有少的 只是說 比如說女生付出六分 男生四分 女生會辛苦一點 但是如果真的很喜歡的話 那個快樂的點也能達到一百分也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不用太計較 啊 所以有一個千年難題 就是你會選擇一個 你喜歡的還是選擇一個喜歡你的 那光喜歡我也沒用 因為其實 追求者其實也有也有 但是光喜歡我的呢 我覺得我接受不了 那不是等於零嗎 了解還是要自己喜歡的 對還是要自己喜歡的 挺重要的 還像為什麼 你們兩個好八卦啊 你們兩個 還看我相相對 他看我的眼神就是隨時感覺 懂了嗎懂了嗎 那這樣你如何確定對方對你有沒有意思 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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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他看到我的表情 眼神 他如果看到我特別淡然 像兄弟一樣 我會很恐慌的 代表對我無感 但是如果他只要見到我特別高興 或者特別堅 我都覺得有有希望 的確是 要麽就是很興奮 要麽就是有點呆呆的那種感覺 但因為其實男女生還是有差別的 女生問了剛才很多問題 我想聽聽天天老師有沒有 就是跟女生看法不一樣的問題 可以問到閃閃 就是女生 就是因為我覺得男生這個時代 就死皮賴臉也不招人喜歡 時代越來越少了 對吧 我覺得十年前有的 對現在也越來越少了 是好事嗎 你覺得 不是好事都怪手機 女生其實也是希望男生會死皮賴臉一點 男生女生應該希望男生的那個 追求的時間長度要長一點 顯得有誠意 不要說三天五天沒追到 追別人去了 那個肯定沒人喜歡吧 是吧 對吧 不過他剛點到了 真的是手機其實是一個蠻大的 對 我非常希望能夠回到 以前只有發短消息的時間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智能的功能 也沒有交太多朋友的功能 都廢除我覺得還不錯 對那個時候時間很慢 對 所有的一切都很慢 就可能一段感情 會有越來越長的機會 和增溫的時間 有積累 就是現在男孩子追女孩 還在挺爛的 三五有點爛 也不算抱怨了 就是社會常態了 對好 那作為場上唯一的男生 我們在提議進入下一個環節 有關心 對告白記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們有一通粉絲電話已經接通了 我們來聽聽看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請問你怎麼稱呼 我是喜歡莎莎很多年的粉絲 哇 接下來的時間交給你和莎莎 哈囉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莎莎 我喜歡你很多年了 小旭嗎 我是你的粉絲 聽出來了 因為粉頭 了解 很熟悉了 剛剛的聲音太熟悉了 怎麼了 就是想跟你聊一聊 今天是給莎莉花園做電台節目 所以想跟你聊一聊 就是一隻老師的這首歌 你當初是一個什麼樣的音樂 你聽到這首歌 然後想給它創作出來了 我記得我聽到的時候是零幾年的事情了 聽到的時候一直覺得 哇 旋律好好聽啊 嗯 是一瞬間的那個憧憬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跟這首歌產生連接 那是 13 13年的時候才買了第一次 啊 就每日推薦裡面推薦給你的是嗎 沒有啊 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每日推薦的功能 前年才開始常常用每日推薦啊 之類的功能啊 嗯 那是挺有緣分的 最近聽到這首歌就覺得 嗯 這個歌的意境真的非常的美 然後 然後 但是雖然說故事有點哀傷 但是 嗯 還是希望你能夠找到自己的摯愛吧 你那個說話能不要那麼官方嗎 哈哈哈哈 那明天明天七七節了 你都不給我發巧克力吃嗎 我發巧克力 我是你男朋友嗎 啊 可以當一下嘛 這樣都是單身狗對吧 好的 說話真是 哈哈 奶火不提開奶火 很可愛的一個粉絲 這樣我把這個扭蛋的這個問題的權利就交給你了好不好 接下來進入套我們本場第三個扭蛋關節 好 所以各位粉絲你請聽題哦 好 這問題是金沙讓網友幫她用AI修復了一張圖 圖中姑娘手裡拿的東西是綠色還是黃色 A黃色 B綠色 我選A 啊 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呀 嗯 A黃色 B綠色 嗯 綠色吧 好 我覺得不想回答這個顏色 好的 恭喜你回答正確 哇 謝謝你 然後讓我們開始了這個扭蛋 真的是 導演出的題目也是很厲害 太難了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話要對莎莎姐說的 可以在這個扭蛋之前 然後告訴她 嗯 嗯 不要太模仿啊 嗯 現在已經一路去發歌了 然後我知道就是 嗯 現在準備要發的和已經發的都是你特別想發的 那麼 發完之後有沒有想過開演唱會呢 發完之後再說吧 發完之後再計劃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很期待 明年 明年今日我在劇組還是在 還是在北京啊 還是在海外啊 都不知道 一步一步來 嗯 嗯 挺好的 謝謝 那反正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你的來電啊 時間運用就先留到這裡了 好嘞 謝謝 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 哦 對她每次我去四川她都會來接機 然後送很多東西給我吃 對 好謝謝這位粉絲朋友幫我們回答對了這個問題 雖然有點不容易 但是至少還是正確 所以開啟了我們這樣的一個扭蛋 好 那麼這個扭蛋呢就是 哦 接歌了 嗯 就是我們會有兩個主題 嗯 然後接著我們有請莎莎姐現場選擇一位粉絲 跟你組成一對 啊可以 然後 然後我們也請 我 是不是我 對 去吧 我 現場選擇一位粉絲 跟我組成一對 是的 然後我們互相來接歌 好我們 我們會有兩個主題 對我們一步到中間來好了 好來 我的耳機在哪裡 來幫你找 我幫你找一找啊 我剛剛被我 就在這 OK在嗎 謝謝謝謝 好 謝謝來 好我們中間請 好 OK 我們選誰呢 選誰 選誰呢 我們選個男生好了 好的 就你把白衣服的這個男生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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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跑掉沒關係 跑掉沒關係 就是看你的歌曲庫 不知道 你怕輸是嗎 這有沒有中華小曲庫 有沒有中華小曲庫 現在找 現在找的是跟我一對的嗎 對 對跟你一對的 我先換一個對嗎 就你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中華小曲庫 所以你是待會兒站對面對不對 先跑掉回答個主蛋 主什麼 他等一下回答個扭蛋 扭蛋 可以好 我覺得另外兩位男生還可以 哪個比較有情心啊 跟著你的都在唱 小呆吧 小呆過了吧 好 小呆 選了一個 對 那我們右邊請 對我們稍微往右一點點 好 然後另外呢 那個佳靖選一個 是嗎 誰要來讓我輸掉 哈哈 這樣吧 我們現場有一位老熟人 老朋友 有請 有請南瓜 我們節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對 他也是那個金蝦的粉絲 所以今天跟我們來 你好 好 好嘞 那我們第一個關鍵詞 就是我們要唱帶這個字的歌 然後兩邊 一邊唱一個 一邊唱一個 看誰先接不下去 就算輸好不好 好的 第一個題目是 我們還記不住歌詞 帶花字的歌 唱的時候要走到中間嗎 歌名或者歌詞裡帶花都可以 好不好 好來給你們每邊就是十秒鐘的時間 醞釀一下 我們需要走到中間唱嗎 對可以可以 就這樣 然後再回去 是的是的 來 倒手 5 4 3 2 1 那再來 我先唱沙莉花園 哈哈 我曾與我的紙愛擦肩 一位藍色沙莉花園 哇 好聽 真的 怪不得就是沒有修音 唱出來也是跟裡面很像的 好來到你們了 我先嗎 對快 真子花看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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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有什麼 不計較音準的話也算你過 來到你了 海洋當孔招 花兒對我小 可以啊 倒入了年紀 好來下一首 花開在太陽下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好一個美麗的茉莉花 哎可以可以可以 哎到你們了 我嗎 女人花要椰在風塵中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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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麼 哎有人唱過了枝子花是嗎 唱過了 想想啊 嗯 嗯 嗯 你 你路不變的小 黃花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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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再一位 玫瑰花的葬禮是松了 是 哎呦很厲害了 厲害了 你是我的玫瑰 你是我的玫瑰 可以可以 可以 風雨彩虹 烘牆 玫瑰 玫瑰 玫瑰啊 花 花 玫瑰不是花吗 不算 一定要花 当然 好 那天再下雨 花 花 好 算你很 到我了吗 到你了 我在想 鲁冰花怎么唱啊 什么 夜夜想起 夜夜想起 妈妈的花 后的个子 山山 山泪光鲁冰花 快 三 二 一 二 三 二 有什么花 桃花 二 暖暖的春风一面吹 桃花朵朵开 哎 可以啊 快 接下来我要难度了啊 每边只给十秒钟 对不对 你来吗 还有吗 没了 你没了 花 什么 上 上 好 好 一句话 灿满的少 你的花 笑容 一番花 歌词是什么来着 对 对了 可以了对吧 非常好 我已经加入这边了 对 谢谢你了 加入这边吧 还有什么花 五 四 三 等会儿 二 夏天 夏天 花 花 桃花 枝子花 还有什么花 菊花也完了 梅花有没有 一 好了 好了 对 获胜方是 金沙队 哇 那既然你们这么厉害 你要不要跟我们表演一个节目 哈哈 你们要表演一个节目 开玩笑 开玩笑 对 所以说这个获胜的宣言 那个感受对感言好紧张啊 因为花这个东西突然也想不出太多的 一直在紧张当中呢 对我觉得这位粉丝也是给力达啊 达了不少分 对对对对 感谢感谢感谢两位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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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回 可以爸爸爸爸 哦 谢谢 谢谢 好 很精彩的一个游戏 对 而且 当然好玩 你没有参与进来感受不到我们的快乐 你参与了呀 我刚刚是他们对的 对 好那你们就应该多猜两个嘛 我觉得你应该还有个单吧 来 三给你十秒钟 花吗 对啊 十 九 八 七 好了好了 好像差不多了已经 对不为难你了 那么就是你们 赢了是不是应该有点福利给我们啊 我们都输得这么凄惨啊 福利就是 要进一段口播 让大家再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 对 向QQ看片影视宗频道解锁IDOL专属宠爱 我们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 点击右方的屏幕IDOL头像 然后我们就可以时刻了解 了解IDOL的音乐动态 我现在已经被那个歌搞的 就是口播都念不睡 我来证明一下我自己啊 来QQ音乐音乐馆 街面吧电台专区 不仅有独家内容等着你 还有点个福利哦 快来体验属于你的惊喜吧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QQ音乐 一起听与界面吧电台IDOL继续互动 也可以打开QQ音乐搜索且听歌音 听解音乐背后的故事 没错同时呢我们可以来腾讯威视 关注界面吧电台更多独家的明星 花絮等你来看 同时呢可以来我们的腾讯新闻 新推榜推我所爱 扫码进入话题 为你喜爱的明星打榜打call 没错呢我们也可以来腾讯新推榜 然后来腾讯威视 关注界面吧电台解锁更多的独家明星 花絮来腾讯视频潮音频道 看界面吧电台更多潮音音乐等着你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那个金沙 其实在我们本场刚刚唱了一小段啊 因为这个沙利花园是带花子的 那么接下来你看我们今年这个演播室啊 其实做了很多的更新和调整 对这个表演区不能白增设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他也是带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要在现场送给大家 好想不想听 掌声再热烈一点 好一起接下来把舞台交给金沙 我们带来的是星月神话 有请 好我们有请那边 在那边 谢谢 哈喽 很久没有在北京唱这首歌了哈 都会唱吗 那等一下我把麦克风随便随便递给你们了好不好 好 好啊 好啊 好 好 好听好听 天哪 请坐 不仅莎莎姐唱得好听 两位粉丝也唱得很好听 也唱得很好听 对 现场的演唱会感觉有了 对 非常好 就没有就是给到粉丝 然后粉丝开始狂笑 好 我们再次进一段投播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上QQ看点影视中频道解锁 IDOL的专属宠爱 也可以登天天快报 感受见面巴电台的温暖陪伴 还可以登天天浏览器 见面巴电台好听让你看 同时可以来腾讯威视 关注我们见面巴电台更多明星的独家话序等你来解锁 腾讯新闻新推榜推我所爱 扫码进入话题为你喜爱的明星打榜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了 电台公开课 好 这个公开课呢 每一次都是我们的音乐大来宾要在现场展示一些自己的绝技 分享或者说教授给我们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独门绝技呢 两堂小课吧 一个跟美容相关的 一个相关的 好的好的 先来音乐的吧 好 音乐的 你们谁比较不会唱歌声音比较小啊 哈哈哈哈 他 这一位 哪个我旁边这一位 哪一个 这一位 哈哈哈哈 要去教他吗 所以我如果没有变化是不是就特别不好我一定要有一些变化 对 那那我们一起来 好要唱哪一首 你要你要你要跟他换个位置吗 他要教你开嗓 我可以站过来 你要你要站着吧我们站着吧因为比较方便就好 还是对你比较好教的就可以 我觉得my how to be gone 比较好教 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你一直唱调子都行 嗯谁可以跟我骑一个 每天 每天 你 你可以唱 你可以唱哼 你哼 你哼 哼就好 根本就不是发生的问题是第二个都唱不准 你就随便唱一首 你哼哼哼哼摩 I remind you 哈哈哈哈 你唱啦啦啦都可以 啦 来换首歌换首歌你还会什么歌 哪首歌 心愿什么话吧也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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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好紧张好不紧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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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 哈哈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经常会唱唱出这些 你唱歌的时候 你都笑出来了 我有没有他是换换曲了 换曲子 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都集中在鼻子 啊 我都没有发现我以为我的嗓子 啊你你唱唱歌试着用鼻子 吐 你吸的时候用用嘴巴吸气 可能吐出来的不是气 唱歌的时候你用鼻子和嘴巴同时放气 前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 同时的 这呼吸了一下 一会一口老痰就出来了 你不用说话谢谢 然后你试着用意念用这里发力 然后然后腰部同时发力 加油加进你可以的往下 前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 好现在你壁和有问题 然后你来唱W ¡W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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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Wi!WiX знаком 时为那ksi 还还还要再 来对对最后一个对的 最后一个 we 是蛮用力的 然后就是要用力是吗 对你要用力 用用用这里的力量 不要不要用嗓子会累的哦 然后这然后你你你屁股可以撅起来 屁股撅起来 然后之后你就会用丹田丽了 屁股一撅起来 对这里是翘翘的 然后你就你就你唱唱 然后呼吸也会变长 好多了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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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了 哇 金老师的小灶 这个是是是 天呐 天呐 大师课 我要交钱吗 加金你今天的主持费 就割在这个桌面上了 它真的是有效果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发现 你还可以发出有力量的声音 有有可以的练的 而且这个说话的方式 闭合的声音 会对你主持有帮助的 对我就觉得一场下来好累 你以后记得了吧 知道了 就是腹部收紧 撅起屁股 撅起屁股 然后坚定 然后我都这么做 他屁股一撅的时候 你的气息会变长 哦 你整一句话 像沙莉花园都能唱下来 哇沙莉花园都能唱下来 回去练一练 因为他需要很长的气 我因为我练那个 林木口风琴 嗯 最累的就是这首歌 他不让唤气 真的啊 对 而且我刚刚突然就有一种 头晕晕的感觉 对因为用到了气 用到了丹田 哦 当时会有点不习惯 练一练等下次金沙发那个粤语歌的时候 来打歌的时候 你再来检查一下作业好不好 好 交作业啊 对就是平时你什么歌都可以用V来练 哦 或专门练你的闭合的 然后我们唱的好听的话 都是闭合和开交换着来的 哇 对都是学问啊 学到了吧 学到了 好 哎那还有一堂课 刚刚说了音乐课 还有一个是什么课 我估计女孩子们都挺感兴趣的 因为卧蚕大不是比较漂亮吗 嗯 哦 然后把卧蚕练大 对 然后那个卧蚕是我的化妆老师学教我的 他有一个健身教练 专门锻炼脸部表情的 教了一套那个操 是专门把卧蚕练得肥肥大大的 健身教练 对 可是是练 一般我都是练二头练胸 然后金沙的健身教练是练卧蚕的 对 对 我教了身边的那些人 然后我有一个摄影师的 然后好闺蜜 好闺蜜 然后他因为跟艺人分享的时候 说我最近卧蚕练的怎么样 然后说 哎呦这姐们也不好好练习 拍片和修片 直接就在家里练卧蚕 就这样 然后但是很有效果 就练的蛮肥的 就像你这么肥大 像我这样的 你是不是私底下偷偷练过 没有我这是妈妈给的 好教教她 对 对 就是呃 你你要那个 你两边的眼睛这样固定住 不要长 因此长皱纹固定住 嘴巴张开 啊 然后挤你的眼睛 然后用 你眯着眼 用力 使劲 挤 可能要凑近一点 你看不见我是不是 那然后对就是对你本来就有的 然后你练完会更肥的 就是我们我们 呃抵着这个眼睛 然后你就你就看 你看我下面有没有在颤抖 有啊 你就练这个肌肉啊 每天你没事你就啊 他嘴巴一定要张开 因为你啊就好了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你就动了啊啊啊啊啊好酸啊 好如果现在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 以为我们是一个 眼宝剑操开始 他就会他练几几周应该就会很肥 啊啊啊啊 我是觉得好酸啊现场有没有人练了啊 刚才好这个戴着装 我觉得女生可能在现场 你们都对自己太手下留情了 一会直播结束 是的 我们到后台再好好挤压一下眼睛 好不好 好感谢今天那个金沙哥 我们带来了两堂那么实用的课 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 一起听 其实是我们爱豆四方歌单的一个延续版 好因为每一位这个音乐大来宾都会在我们这个现场呢 准备一个15首歌的歌单分享给我们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 好其实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小屏看到了 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QQ音乐APP当中有一个一起听的界面 点进去 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banner weight上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没错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15首歌曲 这个歌曲 希望导播老师 也能帮我们放在屏幕上面 给我们线上的朋友 一些机会能够看到 这15首歌曲 它按照了语言来分类 对 因为真的是很多种语言 英文 韩文 中文 俄文 日文 是的 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页面 让我们公屏上面来显示一下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Q音乐的一起听模块 实施和我们现场进行一个互动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英文的 英文的有一首 Me 是Taylor Swift的新歌 它的新歌非常好听 对 新歌MV 它每一年 可能就是它发的歌 很多机会得很多奖 对 月底这个VMS 我估计它现在已经是十项提名的领跑了 好厉害 期待它的好成绩 好 我们看看第二首 第二首歌其实我很好奇 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听到它 因为我们之前在做剪片子的时候 比如说剪电影剪剪 就是剪剪的时候就一定会用到这个 哦 Victory 对 哦 我听到这首歌就很 很然 感觉在自己在战场的路上 哈哈哈哈 那你一般什么机会听到它的 我应该是看一些杂志魂简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什么歌 做的那么 因为我《变形金刚司》那个时候还没看 我想什么歌气势那么棒 而且那个女生 哦 那边特别庞大 然后我有一阵子一直在练那个女音 对 就是那个女音每声高音 而且感觉就是一个回头都是慢动作那种 对 反正它特别气势旁博 好燃啊 对 特别燃 适合很丧的时候 啊 很丧的时候 很丧的时候听的会 燃起动智 对对对 会振奋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大家如果在面试的路上是可以听这首歌的 对 就是想听这首歌然后走到面试的路上 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是你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来的吗 对 全世界都是你的 你自己hold住自己 好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板块啊 是韩文的歌曲 选了有三首 韩文的歌曲 我我因为我自己平时听韩文歌听很少 所以我去搜的时候这三首歌都是电视剧的ost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爱看我的大叔啊 都爱幽眼的 都是爱幽眼的 然后他因为那部戏还挺治愈的看的时候其实非常压抑 一点点笑容都不会有的 但是因为彼此受伤的两个人然后在社会上已经陷入底层的那种心情也没有办法再回过神来的这种两个人互相治愈 互相又学会信任彼此之愈的一个这样一件事我自己看的触动挺深的 所以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是想起剧里的画面 对而且很多剧它其实 OSC做的好真的会为剧情以及整个情绪的这个迭代推动推动 对加很多分对对对对 你那么喜欢爱幽 主要是喜欢他哪一点会唱歌又演戏好 哎那不就是你吗 他比我还小所以我就更喜欢他而且他长得很像英文 他还适合美艳的妆 然后又又有时候又挺帅的挺A的 我觉得他身上很特别 以前其实看他MV的时候就觉得他演的很好了 因为当时只有MV电视剧还没有 他还没有怎么演 我觉得这女孩未来演戏一定很好 因为她内心戏很多 她有时候一个流眼泪的动作 眼睛已经掉下来了 然后她就这个扇风的动作 然后一哭 然后细节处理也特别好 加上她最近的新戏《月之酒店》也演得特别好 又坚强然后又有那个感觉在 对有点倔强 然后又有一种别样的美 对 那我想知道就比如说我们在听韩语歌的时候 跟听华语歌其实是一样的审美去听吗 还欣赏习惯 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欣赏习惯 我在韩国受训深月的 所以就是会老是会布置任务给你听一些他们觉得好的歌手 像Ling Ling I U 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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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所以这首歌是 他不是I U的 是OST而已 但是他电视剧里的歌 啊 我爱听听 这也是我大树里面的 对 嗯 其实很多韩语歌他们的都非常高 他女生就是高 而且他们女生还喜欢喝烧酒 喝烧酒有助于唱高音吗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那个烧酒广告 都是秀智啊 IU啊 代言都是美女青春型的 他们说对于韩国女性来说 能代言他们的国民烧酒 非常好 人气非常好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中文歌的板块 比较多了 四首歌 而且 哇 有两首都是你刚刚在节目里面也提到的 哥哥的 对 对 我们听一下 来听听哥哥的追吧 先听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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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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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到新的感觉怎么样 没有 我是追星赢家啦 我还是赢家 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喜欢Vitas的 我觉得当时是 第一的那个音乐老师 在那个唱课的时候 对我们听 然后后来哇大家觉得好厉害 然后还有人在那个考期中 什么音乐期末考的时候 在吼他那首 那个难唱的 当时在想什么 很快唱音波来了 对 这也开始了 然后还有更后面 有电吉他的声音 还有电吉他的声音 还来了 还有更高的 哈哈 像海豚的声音 好听好听好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文歌曲 日文歌也推荐了四首哦 我一眼就看到了恋爱循环 对我觉得好可爱啊这首歌 然后男生很喜欢的 对他非常非常可爱 男生会觉得哎这样的女孩子特别可爱 对 我们听一下 哎这个是mix般的 对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那个没有那么的活跃 对 他加了很多的电影的成本 所以这首歌是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来听啊 我就是 躲在路上的时候啊 用火力哈哈哈 我我喜欢这种女生萌萌哒的声音 但是我的声音老师不太让我这么唱 因为说挺伤我嗓 哦 所以她说你偶尔录录音可以用填嗓 平时说话不可以然后 练歌也不可以的 因为她会摩擦你的身带 轻松的唱这个摩擦那个身带 然后老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唱歌的 可能提前这个演艺生涯就中断了 哦 所以我现在不得不用力的唱歌 对发声也要讲究科学发声啊 对 不然怎么会对嗓子 对 都会有职业的 对一定要改唱吧 是的 所以从此以后我主持要用气说话 对对就是因为轻轻的说话 这有没有觉得轻轻的打电话 喉咙很快就疼了吗 对 嗯 因为因为很伤嗓 嗯 是 是摩擦到那个 摩擦的 然后你中气很足的时候说话 其实这嗓音是没什么伤害的 好 那么以上的歌单呢 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QQ音乐的 一起听板块进行收藏和收听 没错 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还有最后一通电话 是186-0050-3345 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就借进直播间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好欢迎回来 这里依然是见面板电台 接下来我们接入本场最后一个电话 喂你好 喂你好 哇 哇 请问你怎么称呼 啊 可以好我 苏苏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和金莎 哦 是莎莎姐吗 是莎莎妹妹 好的 好的妹妹 我我才零四年 你知道我喊妹妹 我也喊不出 叫青山奶奶好了 零四年 哦 我 真的 有点 现在有点疾病了 好 那我问你问题好不好 你才15岁是吗 我 我可以拒绝你 嗯 你可以拒绝问问题是吗 我 回到年龄 我想 我想 我想跟莎莎姐 说几句话 好 说 好 嗯 就是 我 现在就是 放暑假嘛 因为 前后 前一个月 六月底才中考完 然后 在中考备战的期间的话 嗯 就是 压力都很大嘛 然后 身边人都跟我说要好好考 然后 嗯 考的 怎么怎么样子 嗯 然后就是那段时间 整天晚上都是听莎莎姐的歌 一队的 就 就是 非常 谢谢你 陪 陪伴我吧 陪伴我们吧 好疼 激动 喂 在在在 我正在听你的说话 所以我 你现在都考完了吗 特别人感谢 感受 怎么不要打 没事 没事 随便说 所以 所以我 我在 上 考场 就是 在考场前 在 考场 在考试之前不是放那种什么音乐 我的脑子里就全部都是莎莎姐的声音 天啊 就有一种被魔性洗脑的感觉 现在想起什么声音呢 然后 喂 我说你现在想起哪首歌呢 哪 你说啥 你说不是想起我的声音吗 想起哪首歌呢 因为我听过好多首 听得最多的 其实就是 去夜神话吧 就是大家都会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所以 也算是来向我的偶像报个题 我考上了理想中的 那所高中 所以 非常激动 祝福你在 新的学校 然后可以 过你想要的生活 所以 我 后面 一定会去 一定要记得要开演唱会 一定 我一定会去的 好 好的 好的 一定会的 嗯 谢谢你的来电 也希望你学业进步啊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好 好 谢谢你 今天时间 愿意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加油 加油啊 加油 好 哎哟 陪伴他度过了备考的岁月 好 所以特别的感动 嗯 对对 那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了 那么 再进一段口播 没错 我们可以来百度搜索新闻吧电台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感谢回力品牌的大力支持 感谢来电科技的大力支持 感谢超级新饭团的大力支持 新闻电台每周二到周日的19点到21点QQ音乐点播加直播 我们的腾讯视频次日18点点播回看继续精彩 百事通隔日上线点播版 好 那么在今天最后的环节我们来一个全场大合唱好不好 那我们就是替大家点一首适合夏天唱的歌了 嗯 好不好 被风吹过的夏天 谢谢 谢谢 谢谢